Hello 大家好 我回来了 在前不久热播的《乡村爱情十二》中 阔别已久的B唱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 出乎人们意料 在完成宝贝计划后的她身材恢复得很好 慢慢地又变成了苗条的气质女人 说起B唱这个名字 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有些陌生 但如果说起电视剧《乡村爱情》中的王小萌 大部分人的眼中都会浮现出 那位模样清纯 气质高雅的豆腐西施 和剧中的王小萌一样 B唱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1989年的她出生在辽宁府顺 后来于2002年毕业于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作为赵本山力捧的女徒弟 B唱和赵本山的结识 极其富有戏剧性 2004年 B唱随团去广州演出 巧的是那天刚好与赵本山同台 看着眼前气质出众 且同是老乡的姑娘赵本山 向B唱抛出了橄榄枝 加入赵家班后 气质出众的B唱 很受赵本山的看重 先后在电视剧《马大帅2》 关东大先生《今日升堂》中 展露头角 不过真正让她走到大众视线的 还是《乡村爱情》系列电视剧 在前两部的《乡村爱情》中 王小萌的扮演者 是很有实力的青年演员王雅斌 王小萌这个角色 在她的演绎下 透露着一股干脸不服输的灵气 但是由于档期的问题 王雅斌没办法参演后面的剧情 于是赵本山便将重任 新小萌交给了女徒弟B唱 不过幸运的是 B唱完全顶住了压力 最开始的世纪便让赵本山感到很满意 随后凭借自己不服输的镜头 让观众逐渐认可了她的表演 演绎出了一个具有自己特点的王小萌 在随后的几年里 B唱的演艺事业也不断地进步 2015年 B唱的事业达到了巅峰 除了在《乡村爱情》中 又精湛的表演 在其他影视剧中 B唱也同样展现了不俗的演技 无论是在收获的季节中 年轻干练的女镇长 还是老兵中的杨欢 B唱所塑造的角色 都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但令众人没有想到的是 事业正处于巅峰的B唱 却在此时选择了回归家庭 嫁给了全外富豪隋红阳 据说赵本山也曾经替她可惜 觉得她还可以再拼搏几年 与其他女明星闪魂富豪不同的是 B唱是在26岁遇到隋红阳 经历了三年的爱情之后 两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对B唱加入豪门的这段婚姻 都是不太看好 娱乐圈中女星嫁入豪门 一直都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早些年很多人都会对一个女星 嫁入豪门流露出夸赞之欲 但近几年随着资讯的发达 很多人恍然发现 很多嫁入豪门的女星 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 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扮演《还珠格格》中 秦二的王燕 在事业的巅峰期 选择回归家庭 嫁入豪门 虽然家境优越 但王燕的生活 却丝毫不幸福 在一档亲子节目中 王燕的儿子 也是毫不留情地 在公开场合 说王燕是家里最没用的人 这两年 随着家道的中落 早已经吸引的王燕 也不得不重新走进娱乐圈 但是属于他的时代 早已过去 如今的他 只能在一些影视剧中 扮演小角色 生活一言难尽 有这些前车之鉴 很多B雷真们 对B畅畅 还是十分担忧的 毕竟常规的剧情中 富豪都是很快 厌倦身边的黄脸婆 然后选择出轨 不过 随着几年的时间过去了 人们似乎发现 这种担忧是多余的 不同于喜欢 其他秀恩爱丽人设的明星 B畅畅很少在微博上 发自己与老公的合影 他总是喜欢分享一些 平淡且温馨的生活 偶尔也会抖抖机灵 看他分享的微博 你会觉得 这不是一个 曾经站在荧光灯下的明星 你只会觉得 这是一个清纯可爱 且有热血的女孩 B畅畅很幸运 婚后生产 所导致的身材变形 也并没有 被自己的老公嫌弃 相反的 随洪阳依然是对他宠爱有加 如今 这对夫妻 已经有了一双儿女 回归家庭生活后的 B畅畅 并没有像其他豪门太太那样 选择做一名买买买的 可太太 她成为了一名舞蹈教师 做着自己熟悉 且专业的工作 虽然离开了娱乐圈 但是B畅畅 也偶尔出现在荧幕中 一直都在 《乡村爱情》系列电视剧中活跃 今年的《乡村爱情十二》中 也是奉献出了自己的演技 而且 她与以前赵家班的朋友们 仍然相处愉快 其实 无所谓加入豪门 牺牲事业 值不值 每个女性 都有独立选择生活的权利 有人是事业型的 有人天生看重家庭 女人的结婚生子 也并不是不求上进 嫁入豪门 也不一定是拜金 人活着 不就是为了找到 自己心中的幸福感吗 看着B畅 最新微博上 笑颜如花的自拍 或许 她已经在幸福的海洋中 遨游了许久